OK 開始了 我想問 Kerry 我們繼續說 根據太陽星座對公的理論 要怎樣去 用不同星座 他們自己適合的油 適合他們的油 而不是純粹他們喜歡的油 我想問你 你是否換了衣服 我們可以跟各位說一下 如果你們有留意 為什麼會不同了衣服呢 其實我們之前讀的影片 是另外一天 我們已經過了另外一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Kerry的茶樹油 我的暗瘡已經很快就敷走了 是不是很厲害 但是 但是 我都 靜一點都可以的 但是我都在自己的網站 我已經跟別人說過 這件衣服呢 我是 在我接下來所有的平台 我會不斷穿這件衣服 不會是這個打扮 不論是春夏秋冬 我都會不斷穿這件紅色衣服 紅色黃味 但是我都 有些東西是真的做了法的 我已經算過了數 所以大家 以後 無論是我們這次的合作 或者是我自己的影片 我都是永遠會穿這件衣服 大家不要笑我 不洗衣服 我有原因是 你穿所有衣櫃的衣服 都穿一次就可以了 都穿一次 但是紅色當然是黃色 都是非常黃色的 你知道我們認識完學術數 是不會死掉人的 好的 我們現在是說 這次是說 射手和雙子 射手香港人又叫任馬座 然後 先調低一點 先說射手 我是太陽射手座 射手的出生時間 就是每年西曆的11月22、23日 就到每年12月21日 那時候 大家香港人會很清楚 因為它是冬子之前 你吃冬子飯 就已經開始去到 你後面的山羊了 然後 雙子就是每年的5月21、22日 接著就去到每年的6月21日 Kerry知不知道 射手AKA人馬 跟雙子大家有什麼共同的點 有沒有聽過 是不是 都是 不喜歡約束 不喜歡束縛 喜歡自由 因為我姐姐是人馬座的 她幾月幾日 她12月11日 她11日 我持續兩天 我是13日 你以後慶祝完她 你之後就會記得 就快要跟Tomas說生日快樂 我一定會記得 我經常都說 我跟Caylor Swift同一天生日 但其實我完全 我完全不是特別喜歡她 我只知道她有一首歌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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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我忘記了 我只會說我忘記了 無拘無束 不喜歡別人去找些東西去限死自己 我又想告訴你 起碼射手 你不要以為他很喜歡自由 他什麼都不管 沒什麼贊誤感 其實工作上射手贊誤感是很強的 如果他真心答應你做事 他會記得他真的做得到 但是那個自由就在於 你不要在中間管他很多過程 你跟他說 麻煩你幫我捉老鼠 他就說好 我幫你捉老鼠 那就搞定了 你就不要理他用狗 用黑貓白貓 用大問象捉你 幫你捉老鼠 不關你的事 總之最後搞定就可以 還有如果他有些事是真心 心甘情願 他真的會做到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有些事你是在逼他的話 他反而會不會 就是阿斌叫狗越叫越走 OK 還有就算你真的逼了 他最後會找一些理由 去判斷這個回答 他會走 OK 但是同樣 正所謂 幾所不欲物施於人 跟他們相處有多好 他們也不會特別想改變你的東西 不會限制你 而且他們也沒有什麼耐性 是的 我姐姐真的沒有那麼耐性 是的 還有很快 你給我一個目標 可以我馬上 因為射手是一支箭 嗯 還有雙子 你想想 風是很動的東西 對嗎 雙子不單是一個風性星座 它還是一個變動的風性星座 嗯 就是一個變來變去 這樣的風 哇 這個螢幕很快 你發下去 是這樣的風 你想想吧 所以兩個做事都是很風風火火 嗯 好了 但是他們有什麼分別呢 還有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是 我說完了 然後你再說一些油 是的 好嗎 好 我們這樣吧 好 嗯 他們兩個呢 我們經常說他們是一些 即他們那條軸 是關於思想想想事情 Thinking patterns 是的 然後雙子是很容易悶的 是的 所以我們經常說 雙子是一個八卦天文台 很喜歡收集很多信息 去entertain自己的腦 是的 但是呢 射手座 是很熱情的 他對一些大的知識很熱情 是的 一個是悶 所以要收集很多知識 收集很多chipets 很多碎料 但是射手是因為 他對大智慧有熱情 所以他自己想去追尋 嗯 一個是我來解悶的 一個是自己真的有的熱情 OK 然後射手呢 還有雙子呢 我怕剛剛沒有說錯 沒有說錯 沒有沒有沒有 總之雙子悶 射手熱情 好 然後雙子呢 對很多東西是抱一個懷疑的態度 是的 但是射手呢 他對很多東西是充滿了一個信念 嗯 是的 好 然後呢 雙子呢 就是呢 去觀察去收集很多資訊 但是射手呢 是會有一個反省 在那裡 他將一些東西轉化的 那如果大家是 認識塔羅牌的話 大家會知道其實射手 在塔羅牌的Major Octana 就是14號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大天使 是在做一個轉化的動作 在那裡混合一些酒 把酒搞到沒有那麼濃 那以前的人 因為你走太濃 你會燒壞腦的 那他就是在做這種轉化的東西 他將一些 收到的資訊 知識 怎樣去轉化一個大智慧出來呢 OK 那所以你想想 如果一些人是很喜歡收集資訊 那些東西 他們是 所謂的學習 就是在這裡吸收一點 那裡吸收一點 對不對 但是Carrie 你想想 如果一個人是想 要得到一些很大的智慧 他的學習的概念是怎樣的 會不會在這裡吸收一點 那裡吸收一點 他應該是類似 一些什麼經濟學裡面的 是很宏觀的 對 很宏觀的 對 而且他學習的系統是怎樣的 首先是很有系統 一定 對 好像電腦一樣 對 他不是八卦收封 來到這裡收 那裡收 對 所以原來我們射手 都是掌管高等教育的 因為你去到大學 你已經不是好像小學 或者中學 中學讀十幾科 對 中學那些 尤其是香港 即是初中那些 你是讀十幾科 都是文科 然後3-10 全部讀完 但是 我會說 這種就是一種很相似的 learning pattern 那個方法 但是射手就是一個大學 你只讀一個major 然後你就不斷在那裡發掘很多的東西 所以他是掌管高等教育 還有一些很有system 即是很systematic的approach 是的 還有他們兩個 亦都是會說旅遊的 噢 他們應該是喜歡旅行的 是的 兩個兩個人 有個共通點都是說旅行 那 雙子是說短程旅行的 噢 你想想香港人很喜歡短程旅行 對嗎 那些好像很快 我又去台灣體驗 又去日本 然後去韓國 然後去泰國 然後去馬來西亞 去新加坡 但是射手呢 我們相對 會是一種怎樣的旅遊 是不是有深度那些 是的 深度有 還有去得遠的 在香港來講 就可能去歐美加那些 是的 所以我剛剛也說過 嗯 即是雙子是說一些information 一些很多的常識 那他就會去分析 去吸吸吸 但是起碼真的想吸吸吸 但是呢 射手呢 就是有一個成語 就是叫大智 什麼 大智藥 大智藥 是的 大智藥 是的 就是說一些大智藥 要去洞察這個宇宙的真理 那個真相 是的 所以呢 如果一些人 雙子 這樣 他是要注重很多 很少的細節 很少的細節 那 Carrie 你會推介什麼 給他呢 嗯 嗯 我自己覺得他應該是 他需要去激發 即是把他的很細微 即是很 很那些 婆娜的東西 是的 就再發大 可能會 對於他來講會更加好的 所以我就會 介紹他用這一隻 這一隻 最高的能力 是的 最高的能力 是的 是的 他收到很多資訊 怎麼可以 嗯 將這件事 整合造福人魂呢 對嗎 是的 即是做一些更加大的結果出來 是的 那就可以將他 就是可能 啊 密一密啊 就令到他 他可能想得再深層次些 或者將他收集回來 那些 很細微的東西 去 放大 去造福其他人 哦 對 那就不用 就是 只是 那些 可以啊 很香的 你可以問一下 哦 都是香 哦 是的 挺香的 好像有些奶奶的雲尼娜的味 因為他裡面是福方精油來的 那就有不同的 在裡面 還有我很喜歡你選擇這個 叫 highest potential 講到這個high字 即是高 嗯 然後我們就經常說 即是我們現在講這個對公論 就是你需要學會 對方的課題 然後就真的 因為射手就是講一個高的 因為 你看到星圖 射手的錢是向上射的 是的 因為我們經常說他要追求 大智慧 宇宙真相 那你當然是向上網 嗯 但是 雙子就是收集很多人世間的 小小的資訊 向下網都經常說 哎呀收啊收啊收 所以你就要 抬頭 麻煩你再看 闊一點 是的 遠一點 所以我覺得 Carrie推介這隻油 是非常之好的 highest potential 好 然後 我們剛剛打了一個很好的比喻 嗯 首先就是 例如說 雙子就是那些中學的課 一個大學的課 嗯 我們也都說 雙子 就是我們之前說過 雙子就好像我們 我們去讀計劃機 這樣 對 總是計數 日常的計數 OK 而且他就好像一些 我當時是街市的師奶去買菜 很多小聰明的 就計一些家庭主婦 或者一些 難聽一點就叫 婆 婆娜嫂 是的 但是呢 射手就是一個大學教授 相對他就不是一個 讀那些CASIO CAL機 Fx50 OK 你是什麼年代的 你是不是用Fx50 是啊 是啊 我也是 是啊 是啊 我們不透過我們的年紀 OK 但是呢 如果是相對CAL機 他就是那個超級電腦 他計算很大的數 但是呢 我現在不是經常 一邊去讚射手 OK 我講到他好像一個 學者 學者型 教授型 但是 雖然你可以強到拿諾貝爾獎 但是 你沒有了小聰明 你去街市買菜 你都會被人騙 是不是 所以 CALRY推介什麼 游給這些 懶是大智慧的人呢 哈哈 其實我覺得 他們因為用得太多 所以 他們自己會 可能 有時候 老快過手 那些東西 所以我就 會 介紹他用這隻 這隻游 其實是支援 母部的健康 嗯 就是叫做Brain Power 對 支援老部的健康 你可以問一下 對 因為 因為 嘩 嘩 現在這個拍得很好 因為我之前是用手提電話拍 對 電腦清 對 對 Brain Power 支援老部的健康 因為他們經常用得太多 而且他們老想的就是想一些比較宏觀太大太軟大的東西 對 但是這個Brain Power我聽你講是有一些很多元化的刺激 對 而且它通常是一些什麼人會給什麼人用的 哦 給一些小朋友啊 或者是讀書那些 如果要考試呢 他們就會用來抗香給他們 在考試之前溫書 溫得更加好 對 我聽你講是 媽媽通常會噴給小朋友問 對 你想想我們 小朋友的學習模式 其實都是 很多死記硬背 有很多細節 你要去整化 對 所以 如果 射手 他經常想得這麼遠 他其實有時候都是要很多細節 他都要 懂得去處理 對 因為一個人只懂得做大 沒什麼用的 有時候 做大 都要懂得做小 所以正所謂 英文一句就是 book smart 還是street smart 所以 希望這裡 兩個人都可以拿一個平衡 今天Carrie我們拿給大家聽一下 對 就是推介這兩隻油 對 這個是給雙子的 這個是給蛇手的 對 兩隻都是福方油來的 對 這條片就到此為止 好